單字是你比較強項的部分 所以我現在講快一點 Being Annoy 是不是從後面抓組織 人被困擾對不對 那你這個Being 是不是可以省這一條 請問 可不可以 自然省 你還記不記得自然省 To be it is B-I-N-G OK OK Being Annoy 被困擾 被什麼困擾 被很多沉默的 叩 沉默的叩 不知道哪裡 叫聲對不對 在晚上中間 半夜的時候 Mandy 決定追蹤這個電話號碼 這是打電話啦 打電話 Call 是叫或是打電話 目前看起來 應該是半夜有人打電話號 去追蹤 以至於去 所以是以至於去 終結 Put the end to 是不是終結 Put the end to 就是 terminate 終結啊 好 要去終結如此的 擾人的電話 Nuisen 是討厭 Nuisen 是討厭 康菲 是告白 Savarin 是統治 Auction 是拍賣 OK Nuisen 是討厭 討厭 同意字好不好 這兩個是同意字 Nuisen 是討厭 還是寫一下 同意字平常就要寫 這個筆記定期的可以把它印出來 好 之後有空再摸一摸翻一翻 好 討厭的話就是 L-O-A-T-H 還有 Nuisen N-U-I-S-A 這都是討厭 好 就這樣 因為要訂正其他的部分 所以可能 就沒有辦法仔細講 所以它 終結 Put the end to 就是終結 所以終結一個什麼東西 老人討厭的電話 好 就這樣 下面 這個作者 作者 作者 贏得國際名望 有這個什麼 它的暢銷書 是不是因為 V字是漢有用伴隨者的因為 所以這個V字漢有用 是伴隨者還是因為 漢有用伴隨者的因為 要哪一個 漢有用伴隨者的因為 伴隨者 好吧 那就換一個伴隨者 好 你寫因為也可以 V字漢有用伴隨者 因為這個暢銷書的什麼 A A 擴充 Expension是不是擴充 Publication是出版 所以是出版 Reunion是重新團聚 Calculation是計算 好 再講一次 Expension是不是擴充 動作從這邊過來 Expension是不是擴充 然後這個是不是出版 Reunion是再團聚 是在喔 在 要不要加一個在 要 不加一個就變團聚了 團結了 是在團結 在團聚 在 同學會也是這個嗎 有school 跟classmate 還有family 對不對 團聚有哪兩個 一個是不是school 對不對 一個是classmate 就這兩個 就這兩個 好 所以團聚有選哪兩個 來 一個是不是family 這裡 對不對 對 另外一個是什麼 classmate 對不對 那 Union是什麼意思 團聚或是工會 OK OK 好 就這樣喔 所以這是什麼 是不是 暢銷書書的出版 選B OK 好 其他的就這樣了 好 看第二大題 先定證再說 好 這裡不錯 沒有錯 來 At the time 是不是有時候 好 我把有時候一次解決 這三個都是有時候 這三個都是有時候 有時候 所以有時候怎麼樣 那Union是不是進行 好 來比較 Union是不是進行 Union是不是進行 嗯 上次講Union有短暫持續 對不對 對 所以有進行的意思 那Union是不是恰功中 OK 所以 進行目的 是不是故意 好 我現在要把Paddle Flex給你 Paddle是平行字 嗯 是不是故意 嗯 嗯 下面每個字都很重要 Delivery 是不是 從容不破 從容不破 是不是故意 嗯 這幾個都是故意 齁 那也比較 For the purpose 對 是不是完全不一樣 上面是故意喔 那故意跟從容不破 為什麼是一樣 本來就一樣啊 哪個龍啊 哪個龍啊 哦 好 就這樣喔 這邊是不是整套記 好 整套記喔 OK 這是故意嘛 Intention Deliberate 以後你三個都可以用 你這樣背有個好處 就是以後我 我不止一種邪話 我可以有好幾種邪話 OK 從容不破 應該用黃的才對 嗯 我黃的就是注意的意思 好來 所以故意啊齁 然後呢 For the purpose 是為了什麼目的 現在是故意齁 好 然後第三個 是不是 自然神 欸是一體子 知道嗎 是不是知道 對 有沒有跟你講過自然神 嗯 有 我媽媽 這邊很久沒跟你講我媽媽 To be一體子自然神 有沒有 剛剛那個鼻音也是一樣 一體子 有沒有 哦 那自從一體子 as before 那些 as it was before as usual lain usual 都是一體子神類調 所以呢 一體子神類調 就像是定義的一樣 那這邊也是一體子神類調 知道嗎 如果有必要的話 OK 知道 啊現在是 現在是你看是什麼 是有時候還是故意 還是 就像定義一樣 還是如果有必要 好 直六體我看一下 他說車子 可以 可以怎麼樣 communicate 溝通或傳達 傳達 低油的水準 飛機也能夠自我追蹤 然後計畫他們的低的維護 好 我們現在是說最低監督對不對 這邊要看一下 想像說你是被環繞被一個講話的事情 是不是很多講話的事物 會講話的事物 好 那這個講話是指什麼會講話 是指機器講話還是人講話 人 人或機器講話對不對 好我問你喔 你開電冰箱的時候開過久 冰箱會不會嘟嘟嘟 對啊 那就是機器要跟你講話 還有你這個油快要沒有油的時候 你那個 你那個 那個油量表會不會花紅色的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講話 啊還有呢 還有就是說 假定說 你這個倒車的時候 你這個車子會發出嘟嘟嘟 有沒有 機器也會講話 OK 所以他說哪些會講話咧 母牛會傳達 Transmit是不是轉運 MRT的T會不會 MRT的T喔 OK 好那我給你兩個長得很像的 順便跟你講 這要混淆字 你有沒有五頁混淆字 五頁 有沒有換在五頁 Transmit 是MRT的T 對不對 Transmit T R A N S 哪一個是暫時的 哪一個是轉運 哪一個是轉運 哪一個是暫時的 第一個是轉運還是暫時的 轉 蛤 轉運 轉運 你看後面有沒有一個相遇 有沒有一個相遇 有 啊我問你是不是 轉運是不是大家遇來遇去 所以你去哪一條線 跟哪一條線會相遇 就是轉運 嗯 OK 好啊你坐在那邊 等一下你會坐在那邊嗎 不會 你等一下會坐在另外一個地方對不對 等一下我也不會坐在這裡 所以這個叫暫時 會不會聯想 會 細的是不是坐 對不對 暫時的沒有人永遠坐在一個地方 除非是死人嗎 雕像 雕像 雕像是不是坐在一個地方都不會動 對不對 所以我們人 不能一直暫時的 暫時的 所以形容詞叫Transitory 有時候會記形容詞 A R Y 是不是形容詞的字為 嗯 嗯 好這個是形容詞 暫時的 OK就這樣 就整套技喔 套技比單技好 混搖式也一起套技 好 那所以呢我們現在來看 他說母牛喔 會轉運 他們的 身體的情況 什麼意思 就是說母牛他們 哀哀哀哀哀 還是誰呢 我也不知道 好像聲音會不一樣 然後車子會不會傳達 這是溝通還是傳達 低油的水準 溝通還是傳達 傳達 這裡不是溝通 是傳達 所以車子沒有油會不會講話 會 怎麼講 用顏色 聽得懂嗎 嗯 所以車子呢會傳達 CAMULA可是溝通跟傳達 對不對 知道嗎 嗯 還是寫CAMULA 不過喔 有時候 那個學測 也有很難的時候 所以也不一定 因為你這個模擬考 通常是比較難 模擬考會比較難 但是新學測 可能因為已經沒有指考 所以 會比原來的學測 都會比地界的學測要難 但是指考 永遠比學測難 知道嗎 以前的指考都會比學測難嘛 但是現在沒有指考了 所以學測就會往指考的方向 跑難一點點 因為只有一次嘛 對不對 好 CAMULA可以是溝通或傳達 所以這邊是傳達 那飛機有辦法能夠 會自我怎樣 可以自我追蹤 TRACK是追蹤 知道嗎 知道 自我追蹤 行程 跟規範他們的時間 他們的維護 時間 對不對 維護的時間 對不對 好我問你喔 會 我們是不是 假定說 我們有騎機車 是不是時間到了 他就會告訴你 要加油了 有時候會有亮紅燈 對不對 那飛機沒有油的時候 或是快要沒有油 對 或是30天的時候 叫你維修 對不對 所以schedule的 維護的名詞 這邊是不是 是 呃 如果有必要要維修 是不是就會 他是說如果有必要 還是有時候 你現在是故意 故意先劃掉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故意是不是劃掉 嗯 他說 揮機會給他們的維護時間 是故意嗎 還是有時候 schedule是有時候嗎 還是還是一定要 有時候 一定要啊 不是有時候 一定要 你有時候要讀書 還是一定要讀書 一定要 那你有時候 有時候 有時候不用schedule 這樣有沒有很奇怪 你這個 接片屋是修飾哪個字 你就告訴我 就好了 你的接片屋是修飾哪個字 修飾 你要 對 我說你要規範你的維護 是要有時候規範呢 還是故意規範呢 還是就像定義 不是計畫喔 定義 就像定義的來規 那個維修表的時間 還是如果有必要 要schedule 要定時間去維護 定時間 不是 現在是要修飾schedule對不對 所以我是說 假定說 假定說 你是不是說 假定說 你知道現在洗牙 是全民健保 你知道嗎 不知道 不知道 那我現在跟你講 一個人一年要洗牙兩次 是不是比較 衛生會比較好 那洗牙 全民健保有幾戶喔 但是 你是不是要定你的時間 去檢查 或者是說 檢查身體好了 有的人像老年的話 是不是一年要檢查一次 檢查身體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是不是要schedule 假定說 假定說 我現在講一個老人 我不要講emojin 我講一個老人 我不要講emojin emojin也沒有關係 好 你是不是要計劃你的身體檢查 是不是依計劃 是不是一計劃 請問是不是 嗯 是不是一計劃 請你告訴我 是不是一計劃做身體檢查 對 那目前是 對 三年一次還是一年一次 對不對 那我問你 嗯 這個護士子具是修飾什麼 這一句話是修飾什麼 這是修飾什麼 這是修飾什麼 回答 好 那我就是要告訴你這個字 什麼叫做修飾 什麼叫做被修飾 OK 我現在講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我 我在書航做功課 對不對 對 對 傻底是書航知道嗎 我不要學 那我問你 借篇護是修飾哪一個字 這是修飾啊 按哪一個被修飾 你要修飾 一定有一個被修飾啊 不然你就不叫修飾了 聽得懂嗎 所以我這邊 藍色的是修飾 修飾哪一個字 紅色的是修飾哪一個 黃色 呃就是 綠色的是被修飾 所以這個要修飾它 我在哪裡做功課 OK 對 今天呢 我要 定我的時間 身體檢查的時間表 是不是E計畫 請問這個E計畫 是要護紙紙巨嗎 下面是借篇護 護紙紙巨要修飾是什麼 你告訴我 護紙紙巨要修飾是什麼 蛤 這是護紙 對啊 哦上面那個 哦 所以 你護紙紙巨要修飾那個 schedule嗎 schedule 嗯 就是戒騙護跟 動詞 護紙是不是修飾動詞 不管是護紙紙巨或是戒騙護 是不是修飾動詞 嗯 所以我剛才講說護紙紙巨修飾動詞 對 OK 護紙紙巨是ADB 對 對不對 阿修是誰 修飾動詞 對 對不對 基本定義吧 是不是基本定義 戒騙護 對 或是護紙紙巨 嗯 對不對 所以我說 計畫 醫計畫來定身體檢查的時間 對不對 嗯 OK 阿下面是不是戒騙護修飾什麼 動詞 下面是不是戒騙護 對 那我現在講的是基本文化 嗯 好 好 那你戒騙護是不是修飾動詞 好 那你 我問你 你修飾跟修飾要不要造成意義 有 何無邏輯 是不是要有意義 修飾的是不是要有意義 要 要有意義 那你現在只要管我有沒有意義就好 那我現在問你有沒有意義的問題 你現在 你揮機要定他們的維護時間表 是 有時候呢 還是故意呢 還是依定義呢 還是如果有必要 如果有必要 現在是這樣子啦 我覺得 你 車子好 如果你寫規律的 我們是不是最好是規律的 對不對 是不是規律 但是問題是 嗯 這裡沒有規律的啊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做身體檢查 是不是你可以寫每一年 或是規律的 問題是我這邊沒有規律 那你就只能選了 哪一個答案最適合 他說 飛機要對你的維修定日期 對不對 好 是有時候定日期 意思是說有時候定日期 有時候不定日期 那這樣還叫規劃嗎 所以A一定不對嘛 對不對 故意也不對嘛 對不對 定義我們沒有定義啊 有什麼定義呢 這裡有什麼定義 有沒有定義 沒有 這裡我看不出 這個叫定義嘛 那現在是說 如果有必要 才會 去安排時間去檢查 那意思是這樣 好啦 你 我剛才講說 我們要去檢查牙齒 如果有必要 是不是要去檢查牙齒 那你是不是要排時間 嗯 所以答案是D OK 好就這樣囉 好 好 下面 on your mind 是不是在你心上 在你心上 你的心是算不算 算不算一條船 in my mind 是我心中 on my mind 是放心上 差在哪裡 一個有負擔 一個沒有負擔 聽得懂嗎 嗯 知不知道啦 所以一樣東西放在你心上 是銀買賣還是銀買賣 有一點不一樣 銀買賣 如果說銀買賣是我心中 對不對 在我心裡怎麼想 花錢有批你 銀有賣 對不對 OK 就你心裡面有什麼東西 OK 啊我說有一塊石頭 或是有一件事情在我心上 你這邊就是負擔的意思 OK 是不是負擔的意思 啊 滿滿的 就是你的船 你的心就是一條船 啊有個東西在你的船 在你的心上 是不是你心裡面有這樣的想法 OK 這有點負擔 那就是 這個銀買賣 這兩個都對 銀買賣 但是這主要是說 你的想法是什麼 心中的想法 是不是沒有 撞上去的意思 對 那就是什麼東西 是不是放在你心上 聽得懂嗎 對 什麼東西放在你心上 你心裡面有什麼想法 嗯 這 這兩個都 意思有點不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 By the way 是不是順便一提 嗯 那什麼叫Real Time 什麼叫 電腦的人 你電腦的人最知道 要學電腦 電腦裡面有兩個時間 一個叫P次檔 一個叫真實時間檔 你知道什麼叫P次檔嗎 做這件事情的時間 跟真正的時間有沒有不一樣 你知道P次檔就是說 我做這件事情排 可是我是排在明天 那你真正的實行的時間 是不是明天 嗯 所以 批次的時間是今天 可是我排的時間是明天 所以 所以 Real Time跟Batch Time 它不一定一樣 我們就叫P次時間 你爸 你爸爸是做那個 就是那個 人工智慧嘛 媽媽也是嘛 對不對 那你問他們 他們可能比較懂吧 P次時間 好 那P次時間跟真實時間 就是說 你今天叫電腦去做事情 電腦會馬上做嗎 還是依據你 依據先做後做對不對 對 那有時候你還不一定是現在做 有時候 譬如說你要掃描 對不對 你說更新 下次更新 是不是 下次的時間 對不對 那Real Time 反正那個Real就是真 你知道字面上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真的時間 真的時間 真的時間 就是花生的時間 P次的時間 就是決定要做的時間 這樣了解嗎 了解 好 那這解釋就是這樣 然後下面一個是什麼 這是隨機 隨機 隨機是不是日以下 對 隨機 你知道Run加Freedom 你知道Dum是不是度 Run 日跑 啊這個Dum是不是Freedom 嗯 隨機度 那Dum是不是王國 Kingdom 國王的隨機度 就是國王王國 對不對 所以 它的字面 意思就是說 我這個跑是自由的跑 是不是叫隨機 這個字我想可能是這樣的意思 隨機啦 是不是隨著機會 隨著自由度而跑出來 就是 今天隨機 是說怎麼樣 隨機隨機 你 譬如說 就是 不是 不是自然而然就會產生這樣的 譬如說你去抽一個數字 是不是隨機的數字 對不對 那中獎 是不是隨機的數字 嗯 對 中獎號碼 這叫隨機啦 那隨機算不算日以下 算不算 算 你會一個隨機 會要很久嗎 還是馬上就要知道了 馬上就知道 S加日以下 OK 嗯 所以 所以 我們今天 你要我背 我也背不起來 你要我背 我真的背不起來 我們現在是系統性的交換 是說 啊我死背不就好了 我就是故意不死背 我跟你講說 這個是日以下 OK 不要超過一天 那隨機是不是馬上就出來了 對不對 還是要拖很久 對 隨機很快就出來 是馬上就出來 還是拖很久 馬上就出來 那這樣不是at嗎 日以下 所以你現在看啊 是不是寫at random 對不對 是不是隨機 對 那為什麼用at呢 就日以下 要不然你就死機 那我不希望你死機 我是說 隨機是日以下 所以用at 所以這個四個意思 我已經抓出來了 第一個呢 就是 什麼在你心上 第二個就是順便議題 改變話題 這是改變話題用的 知道嗎 知不知道 嗯 白了位嗎 改變話題用的啊 知道 不是 喔對了對不對 是不是叫喔對了 改變話題用了 國中就講過了 國中就講過了 好 所以呢 哦 oh by the way,oh對了,改變話題用 好,現在呢,我們先來看答案 你這邊,要看G,你這一題有錯 18題 你可以甚至觀察這個能量價格改變 是不是,你是不是觀察,阿不熱是觀察還是遵守 阿不熱是,你知道阿不熱是很重要的單字,你知道嗎 你的了解是什麼字? 我知道,觀察有遵守 對,他有兩個 他有兩個意思,不是只有觀察 他還有遵守 有遵守 對,這樣這個都是必要的了解 好,那你觀察 你觀察,現在是修飾什麼 你告訴我他是修飾什麼 是修飾觀察,對不對 跟剛才講的一樣 OK 你觀察石油價格改變 你是怎麼觀察的 你是順便改變話題觀察的呢 還是在你心上 落在你心上來觀察呢 還是真實時間來觀察 還是隨機的觀察 蛤 垂機觀察 你是說想看就看是不是嗎 是不是 就是 我看一下 等一下要看才知道 你不要急 隨著比較聰明的 meter是不是測量儀 知道嗎 隨著一個明明度很高的測量儀 建立在你的家 目的去監督 監督什麼 監督能量的使用 24小時7天 知道嗎 24小時7天 這樣你看得懂嗎 20小時7天 還是7月24號 不知道 你現在是說你家的瓦斯表 是不是20小時監督 嗯 是不是天天都要檢查 這樣會是隨機嗎 我不知道耶 我感覺上這個題目好像怪怪的 他是說 是主持是誰 你現在看主持就好了 是你耶 主持是不是你 對 你 你會觀察能量改變嗎 你會隨便檢查 不會 我不知道 反正你現在修飾 你是怎麼樣觀察 然後因此 調整你的什麼 你的習慣 我覺得是低耶 不是不是C耶 你答案是選C喔 好 我們現在看 假定說你的報 你這個 你 你是不是觀察 這個能 價格改變 你現在價格改變 嗯 你的 你是看報紙還是看什麼 你價格改變 你現在是 借片型還是借片虎就好了 你現在是借片型還是借片虎 借片型 好 借片型 所以答案是C 就是說你每一個時間 是不是都有一個價格 就像你的油價 對 你不同的時間 油價 是不是不一樣 現在油價 是不是比較貴 一個月前更貴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 如果 你現在是不是調整你的習慣 你現在油價那麼貴 你現在開車要省油還是不省油 省油 你是不是調整你的習慣 假定你說冷氣調很高 你是不是冷氣可能就 你可能就 不要那麼奢侈 每天都開 開到最低溫 對不對 好 是不是調到剛剛好就好 所以 你這個 你現在是借片型跟借片虎很有關係 現在是說 油價 在 不同時間的油價 我給他答案是選C 啊 如果你寫隨機的油價 因為這個不是隨機 是不是每一個時間的油價都不一樣 它沒有什麼隨機的油價 對 就是說 三天前 三天後 隨便少一個時間油 應該 應該是 每一個時間的油價 所以 目前那個答案是選C 啊 我先講 在你心上 這個一定是借片虎 在你心上觀察 不可能 順便一提 也不太可能 現在呢 是借片型 不是借片虎 就是 在某一個時間的 價格改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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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應該是指不同的時間 而不是隨機 我起初以為是 修是Observ 是不是隨機觀察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應該是 你這個 你現在應該是 它現在意思是說 不是修制觀察 那 如果你寫隨機觀察 因為 油價的改變 跟你隨不隨機觀察 沒有關係 對不對 嗯 我問你喔 假定 九七 九五 汽油 一個月前 跟現在的價格 是不是不一樣 對 那你跟你隨不隨機觀察 有沒有關係 沒有 是不是跟你的時間有關係 嗯 好吧 就這樣 我就這樣解釋 目前的解釋是這樣 好 再來看第四個 坐進來 是不是旁聽 對 你坐進來算不算旁聽 算 所以有人說 他去大學 然後有一個學生 他說 點名為什麼沒有點到你 他說 I 就是坐進去 我是來坐在裡面的 他不是有學習的學生 照理來講 是不是不可以 有人去大學 去台大去聽 那你覺得台大教授 外面的學生來聽 有沒有趕出去 有還是沒有 有 沒有 沒有啦 沒有 哪有有 你哪一天 你 你現在不是說 你考完學這之後 你不是有那個戲嗎 嗯 對不對 你還沒有出來之前 你可以去 聽那個你要念的那個戲 你可以去偷偷的去聽課 不會怎麼樣啊 OK 嗯 啊 有人就這樣做啊 所以 Sitin是什麼 旁聽 Sitin是不是熬夜 對 那Sitsteer 是不是靜靜的坐著 還是人人坐 還是靜靜的 靜靜的 Sitin在這邊是靜靜的 不是人 Sitbat 是不是放輕鬆 嗯 你往後面坐 是坐在後面 還是放輕鬆 放輕鬆 好 那我不幫你打 因為幫你打會耗時間 我要節省時間了 所以第一個是什麼 旁聽 第二個是熬夜 第三個是坐在那邊靜止的 就不動 第四個是放輕鬆 他答案是放輕鬆 你看第九題 他說 特斯拉對不對 幾個例子 擁有者 特斯拉模型 S 電子車 等一下我看你的組織是什麼 是不是 組織是不是人 對 你人是不是可以放輕鬆 當公 當公 當這個公司 執行一個 無限的 無限 是不是無限的更新 over the year 是不是 在這個 空中傳遞 對不對 是不是 quich 是不是這件事情 quich 名字ing and save and which save 蛤 quich save 好 有沒有跟你講過 這樣子 點點點 動號 ing 它有兩個 我們現在都是系統性的消息 你這種東西 就是我教一兩次之後 你就會變成跟我一樣建立系統 現在是and don't 還是quich don't and 蛤 quich 都有可能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我現在問你啊 我不知道捏 我要問你啊 所以我才問你啊 這兩個都有可能 我也不知道是哪 我只知道它省略調 所以你這邊 ing是不是代表省略調 那如果是and的話 我就抓最前面的那個名詞 這邊一定有個名詞 如果我後面也有可能名詞 前面有可能這就不一定了 所以我現在問你說 你這是and don't 還是quich don't 對 他說舉個例子 老闆對不對 模型車的老闆 可以晃輕鬆 對不對 對 當這個公司 執行一個無限的 無限的更新 在這個 over the air 跟on the air 是不是一樣 是不是在線上 對 平工傳遞 然後是quich save 還是and save 還是quich save 然後 是他省的還是這件事省的 你的 蛤 是人省時間 還是這件事情省他時間 是and save 還是quich save and save and save and的主詞是老闆喔 你quich是指這件事 and是指老闆 就是那個 車子擁有者 quich 好 我問你 你坐在一個特斯拉 是不是自駕車 對 你可不可以放輕鬆 可以 當這個公司 執行一個無限的更新 在你空中執行 然後 這件事情 會不會省這個擁有者 Dan是不是the owner 嗯 省這個車的 車主 翁兒是不是車主 對 省車主 是不是省車主 嗯 這個 省他一個旅途到這個 對這個 which save the name a trip to 你是不是到那個 第一的是交易商 代理商 對不對 對 然後我問你喔 你車子壞掉的是代理商修 還是去工廠修 還是去代理商修 代理商修 代理商 代理商不是真的代理商 就是專門幫忙他修車的 嗯 很少原廠在修的嘛 是不是代理商在修 對 就好像你修機車一定要去 你要去三洋公司修嗎 還是機車行就可以了 機車行 機車行就低了 他專門在賣機車的 就低了 所以請問一下 我說這個saving 這個lan是不是owner 嗯 你的主持不是owner嗎 對 啊你這個owner 是不是車子的 特斯拉的那個車子的擁有者 嗯 是不是可以放輕鬆 對 對不對 然後 我問你喔 你放輕鬆你怎麼做 你是不是坐在椅子 椅背上 嗯 你先想想看 你現在坐的 要坐得很 很拉的 很緊 還是放輕鬆坐在椅子上 輕鬆 那就sit back 所以sit back 就是放輕鬆 所以他是說 當這個車子在 好 我們講in the air on the air 順便跟你講 哪一個是空中傳遞 哪一個是氣氛 哪一個是錄影中 Over the air 我知道他以前 可是比較少在用 哪一個是錄影中 哪一個是錄影中 哪一個是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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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就要講 所以air是不是氣氛 嗯 氣氛齁 啊這個是 傳錄影中 或是傳送中 OK 進行傳送中 就是機器在動啦 聽得懂嗎 就是機器在動啦 按是不是進行 請問按是不是進行 嗯 那over the air 是不是過 應該也是傳送嗎 對 傳送過來 還是傳送 只是過來的意思 還是傳送 所以你現在看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它是說 它是說 舉個例子 owner是不是 那個車主 特斯拉 知道嗎 模型 知道 就是那個電動車 那個特斯拉 這個車主 可以坐在椅背上面 就是晃輕鬆 當這個公司 是特斯拉公司 是不是會執行一個 無限 你這個 你那個自駕車 是不是無限傳送 嗯 是衛星導航 是不是叫衛星導航 對 對不對 所以衛星導航 無限傳送 透過這個空中 然後呢 省時間 是不是 which save 還是and save 如果and的組織 是不是 車主 嗯 那如果是which save的話 是 指這件事 那到底是and save 還是which save 是偷工傳遞這件事 省他們旅途 到找那個競銷商來修理 還是說 不用再找競銷商 直接用傳的就可以了 用傳的 所以是which save 還是and save which which是代表 無限傳送 就 你就省了一趟 走到 經銷商這裡 ok 所以我的答案 寫出來了 是 放輕鬆 欸還蠻難的呢 ok 我覺得這 克洛詞很偏難 我們先來看 文藝選田 文藝選田 你是這一次最 他先寫磁信 以後寫磁信 好不好 來喔 我先來跟你講 Handy Handy 什麼東西的磁信 一定要先寫磁信 Handy 是不是方便的 行動詞 Minitary 是不是軍事的 行動詞 Wong 是不是動詞 被磨損或是穿 動詞或PP型 PP型 就寫PP就好了 喔 然後require 是不是動詞 純動詞 需要對不對 cronter 是不是形容詞 很小個A齁 然後 然後 這個 Fiction 是不是摩擦 沒有杜撰小說 名詞 你寫對了 No 是對整連接詞 他是對整 可不是從屬的 不能用AND 是要用逗號的 不是用AND Possibility 是名詞 Community 是名詞 Scale 是規模 或磅秤 規模 或磅秤 一定是用AND 一定是用AND 我好像不是太大了 把它弄小一點喔 好 規模或磅秤喔 來 那先磁性齁 阿等一下 忘了路是不是 慘了 有吧 有路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來看 你現在要用磁性喔 現在用磁性來先 直接看文化碼齁 兩個繼續一起看齁 節省時間 好 好 我們就直接錯第二題 第二題 你可以馬上看磁性嗎 第二題是不是 呃 What was 這是名詞詞句對不對 嗯 所以這是不是主詞 叫名詞詞句知道嗎 知道 這叫名詞詞句 噢 畫得太大 這是不是名詞詞句 3WV3 好 這個是不是主詞 嗯 OK 動詞是不是跑到這邊 這是不是動詞 對不對 所以主詞 是不是名詞詞句 他說 曾經是科學的 可能 所以你這邊應該是沒有講完整 是不是沒有講完整 對 你覺得這句話名詞 仔細有講完整嗎 沒有 曾經是科學 看起來好像是N1N2對不對 是不是N1N2 不合名詞對不對 對 曾經是科學的什麼東西 可能變成有一個機會 是不定型 是不是不定型 N2VR 對 可能去變成 要加一個的 去變成 事實的機會 所以 曾經是科學的 杜鑽的東西 可能有一個機會 去變成真實的東西 OK 嗯 好 以前有沒有雷射光 沒有 有啊 以前有講雷射光啊 對不對 雷射武器對不對 現在真的有沒有雷射武器 有 有 以前只是說卡通影片 什麼雷射光 現在真的有雷射武器 所以這邊是N1N2 所以看起來是N 一定是Fiction 是不是Fiction OK 這個叫做名詞詞句 當主詞 OK 會不會 會 過去曾經是科幻的東西 現在可能 你看看是不是S 但是問題是 你這個名詞詞句 是不是要 具意要完整 摩摩摩 畫是不是摩摩摩 摩摩摩 成心是科幻的東西 現在可能變成科學的事實 OK 可以 好 看下一題 第24題 你可以看一下具意啦 但是你要 你現在要摺中 既要快要節省時間 那就是要 就是要系統很強的人 才可以 比較快 好 那我現在都不看整具 我就直接看具意 文藝選點是這樣 但是月如車驗還是 大概看一下 但是月如車驗客服 我也沒很仔細看 我就是找節點 才仔細看 都是為了要節省時間 OK 好 這個材料或資料 對不對 並不存在 並不是天然的存在 但是這個材料 已經被創造 在一個奈米的規模 這是芥片負 對不對 所以芥片是不是加密詞 這一定是Scale Scale是不是度量痕或尺度 對 剛才講說度量痕跟尺度 一定是用昂 我們用的是磅秤 對不對 嗯 Scale這個是什麼 磅秤或規模 它有三個意思 第一個是磅秤 磅秤是不是放在 你是不是把它 在上面量 對不對 對 所以它永遠是用昂 另外一個叫度量痕 嗯 度量的人 是不是一定是量重量的 還是不一定是量重量的 不一定 誰說一定是量重量 我可以量什麼什麼 量 只要可以度量的就可以了 對不對 嗯 還有一個叫規模 但是他們共同的 他們都是用昂 都是用磅秤的觀念 所以它永遠是用昂 永遠是用昂 永遠是用昂 好 就這樣囉 來 所以呢 這是一定是用昂 那現在是用度量痕 是不是用奈米的度量痕 Nano 叫奈米 我問你 一般的尺 可以量奈米的尺嗎 可以量還是不可以量 不行 一定要是不是很小很小的那種度量痕 嗯 可能是小到才可以衡量嘛 嗯 所以它現在是說 你現在是第24題對不對 對 所以呢 這個材料 是不是材料或資料 嗯 不會自然存在 奈米的材料不是自然存在對不對 但是被創造 是不是在一個奈米的度量 對 就是10的負6創造 一個奈米是不是10的負6 對 看得到嗎 看不到 那要用顯微信去看才知道 對不對 所以常常人家說這是奈米的 表示說它的構造是不是很細 對不對 所以這種奈米的材料 你有沒有聽過奈米的材料 奈米的材料一定是很細嘛 對不對 所以這種材料呢 不會存在 不會自... 在自然而然的存在 但是已經是被創造在一個奈米的度量痕 所以這一定是Scale 借系詞是不是加名詞 那是不是N1N2 OK 嗯 聽得懂嗎 嗯 是不是奈米的規模 我...我...我看... 我一看就知道奈米一定是... 一定是度量痕嘛 嗯 這裡是Scale 是Scale嗎 是Scale對不對 對 好 我們再看哪一題有錯來 現在是... 呃... 26題 看什麼直性 26題 這是不是名詞 傑喜是不是加名詞 OBRNG 對 所以 這個Clock是不是縮衣 龍烏穿的羽衣啊 縮衣 你會不會寫那個縮啊 我不太會寫 就是那個... 縮衣是不是... 是不是那種植物做的 呃... 我看我打得出來還打不出來 我猜我打不出來 是這樣的嗎 我啊 我跑到這邊來 喔它是不見... 斗...斗篷啦 不然就發現就斗篷 你現在是哪一題錯啊 26對不對 所以...Clock是不是... 是不是...斗篷 你之前聽得懂斗篷嗎 說一 嗯... 斗篷知道嗎 龍烏穿的羽衣 不知道 啊...我知道打...打給你看喔 很少打給你看 來...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斗篷縮衣 龍烏穿的 通常是龍烏...這個啦 就是下雨天的時候 就是下雨天的時候 斗篷 聽得懂嗎 懂 Clock 下雨天的時候 穿的 斗篷或縮衣 OK 可以 嗯 嗯... 所以你現在看 他說這個斗篷或縮衣 可能 有廣泛的應用 這是應用還是應用的事物 應用的事物 所以誰叫APP嗎 而且它是不是代表這個斗篷 COM 借氣詞是不是名詞 對 會怎麼樣存在 特別是在 戰鬥的時候 所以斗篷縮衣 你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怎樣名詞 特別是在戰鬥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加名詞 不可數或加X 對不對 你找名詞 嗯 哇...有名詞嗎 有吧 設計喔 不是 設計沒有 不能不擔不護 不行 可能性也不太像耶 什麼可能性 呃... immunitarian 在軍事喔 我不知道耶 我看一下是在講什麼 在地的 它會通過這個水 流動 一個石頭 因... 因什麼 在戰鬥的時候 他說這個縮衣 可能有廣泛的應用 因為我沒有看前面 應該... 應該是看一下 這個縮有廣泛的應用 然後它會 以什麼樣存在 特別是在戰鬥的時候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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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 軍事... 不是在軍事啊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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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應該是行坐帶啦 方便的形式存在 這一題齁... 比較難啦 是要名詞沒有錯 但是... 它現在是要考你這個片語啦 這一題沒辦法寫 就是文化碼沒辦法寫 因為... Handy是不是形容詞 對... 你看Handy是不是名詞 嗯... 啊你再加一個D 不可能是名詞 所以這是convenient的意思 你也懂嗎 嗯... Handy是不是很容易很方便 對 對... 所以... in-handy就是in-handy form Incomvenient form 看起來是這樣啦 所以我就說這個... 這個不是很正常 格式是不是用in 一種方便的形式 是... 是... 啊我問你喔 你穿縮衣是很好穿還是很難穿 很難穿 蛤?很難穿那還叫縮衣嗎 嗯... 很好穿 到底是... 它現在是說 我今天一穿就上了 還是要穿很久 一穿就上 它基本上是用披的耶 你知道什麼叫抖盆嗎 嗯... 就是你下雨天的時候 你把它披在你身上 我知道 那這樣... 它是不是用一種很方便的形式 嗯... Handy就是方便嘛 那現在問題是說 它這個form它沒有寫 所以我說它很機車 OK 嗯... 那... 這一題我們就給它好了 因為我... 我認為這個是名字 可是Handy是形容詞 那這樣就是形作在 可是這種... 它說 這種縮衣喔 抖盆喔 有... 廣泛的用途 然後呢 它... 這種奈米的東西 是以很方便的形式 特別是在戰爭的時候 OK 那這種董盆是不是 是不是反射 嗯... 是不是可以... 可不可以... 隱藏 我問你啊 如果戰爭的時候 你穿隱藏衣服的話 敵人是不是看不到你 你看得到敵人 會 那你信不信用這種衣服 嗯... 就是說... 我今天戰爭的時候 我穿了這個衣服之後 別人看不到我 可是我卻看得到它 所以它... 說這種縮衣 可能... 有廣泛的用途 它不是說它會反射這個光嗎 反射... 有沒有看到反射 嗯... 反射... 意思就是... 它不會折... 不會... 看到這個東西 等於沒有看到 OK 嗯... 懂... 你有看到鏡子裡面的東西嗎 有... 沒有... 你看到的是你自己 我再問... 你有看到鏡子這個東西嗎 還是看到你自己 我自己 那鏡子... 它東西就沒有看到啊 對不對 對不對 你今天在鏡子裡面看到的是自己 還是你看到鏡子那個東西 所以... 當你把它反射掉的時候 你跟原來看的是不是就不一樣 反正它就是一種特別的縮衣就對了 所以你這邊是inhandy 是你一種很輕便的形式 特別是在戰鬥的時候 OK 就這樣 好... 這一題不好瞭解 這邊是在講... 特殊的東西 那27題我看一下 來 這裡... 這裡是不是少一個字 好... 它說... 特別是在戰鬥的時候 然後... 是不是那件事情 是不是那件事情 就是縮衣會反射這件事情 是不是那件事情 是不是那件事情 是不是會解釋 為什麼這個... 研究的金會 會從... 美國的陸軍來的 對不對 我問你喔 你研究一個武器 可以隱...隱藏 那你這個金會要從哪裡來 可以用在戰鬥 是美國國防部 嗯 所以你這邊... 你說現在主持是不是金會 是還是不是 你一定要... 是 你這個主持一定要抓好 主持是什麼 為什麼這個金會 研究派對的金會 是從美國 從美國是不是部門太大 還是從美國的一個部門 你覺得這是不是名字 嗯 是從美國的軍事單位 對不對 所以現在是military military 是形容詞也是名詞 OK 嗯 可以 台灣有沒有無人機 有 金會是從哪裡來 無人機的金會 是不是從哪裡來 是不是從國王預算 嗯 那所以... 這個是從美國什麼... 這樣... 有沒有講完整 金會是從美國來 有沒有講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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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意義 從台灣的哪裡來 從台灣來 台灣是不是太大了 對 還是台灣的國防部 國防部 不是 這個金會是從台灣來 有沒有意義 台灣的什麼 沒有 台灣的... 國防部 從台灣的國防部啊 你從台灣 台灣那麼大 對不對 所以我說這個預算 是不是從台灣 還是台灣的國防部 對 或是台灣的軍方 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嗯 對不對 你寫... 你寫國防部也可以啊 你寫軍方啊 所以台灣是不是太大了 嗯 那現在就是這樣啊 所以我告訴你說 這個金會 房地是不是金會 對 你懂美國 是不是太大了 美國的什麼 美國社區嗎 還是美國軍事 是... 金方 應該是 B啊 對不對 金方 OK就這樣啦 好看下一題 二十八 二十八 我看一下 什麼齒 以後可不可以直接告訴我什麼齒 你有沒有辦法直接判斷 這里是動齒 對不對 這是不可見的 穿不可見的 這是不是主詞 會不會? 會不會? 會 穿不可見的縮衣 的怎麼樣 似乎是 很巨大的 所以這個應該是 什麼會?是不是會用? 會用很大 還是不會很大? 你找哪一個 哪一個名字 是可能性 還是 還是什麼 目前當名字的是 規模 剛才已經講過了 還有一個是社區 還有一個是可能性 那哪一個呢?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直信 我們一個 現在呢 這種穿不可見的縮衣 的怎麼樣 是很大的 你今天講是不是可能性 花明珠來是不是可能性 是不是H 嗯 是不是H 可能性啊 你現在重點是大跟小 什麼是大跟小 行容值 行容值不是修飾組織嗎 那什麼會很大 對 是可能性很大 還是 還是社區很大 現在是穿梭衣喔 的可能性很大 對不對 所以答案是 可能性 OK 好 好 再來 二十七講了嗎 是不是少講一個二十七 都講了嗎 現在都講了 還有一個是三十有錯 好 三十來看一下 這個花明對不對 你直接告訴我 直信 這個花明已經 死誰興奮 死整個科學 是不是名詞 科學界 community 知道嗎 嗯 三人TV 可是不是形容詞 知道知道 後面不是加名詞嗎 這一定是科學界啊 OK I啦 嗯 對不對 這是不是死興奮 是不是幾乎動詞 啊幾乎動詞 不是加獸字嗎 對 死誰興奮 是整個科學界 科學社區 這一定是community I OK 嗯 好 可以 好 我現在 要再複習一次 那 這邊有點縮小 因為 大就看不到 看人生 你現在看齁 他說 主持是誰 是不是材料 這是不是主持 OK 對 你這樣看會不會太小 可以 這樣還好 這樣不會 材料 不會自然而然的存在 是不是修飾 存在 對不對 但是材料已經被創造 是一個奈米的規模 是不是介系詞加名詞 對不對 對 奈米的規模 scale 奈米的尺度 對不對 規模還是尺度 是不是奈米的 量和奈米的尺度 就是說幾奈米幾奈米這樣 OK 所以這個儀器是專門在測試什麼 你今天有看地圖 那邊不是個scale嗎 那一公分代表一萬公尺 不是一公里 對不對 兩公分代表兩公里 是不是這個叫做scale 對 所以他說這種材料小到不會存在 但是已經被創造 是用幾奈米幾奈 10的負6脂肪的scale 了解嗎 好 還有下一題 這個縮一可能是廣泛的 有廣泛的應用 對不對 application是不是應用 申請還是應用 嗯 申請還是應用 這個是申請還是應用 還是兩個都有 都有 好啦我一次幫你解決掉 好 如果是申請是不是for 對 2的意思有三個 有三個意思 所以這邊順便給你講一下 這一次解決 申請是不是apply for 那2的話有三個意思 2的話一個是應用到 所以是不是應用 把這個應用到人工智慧應用 好 另外一個是不是引用 把你的時間引用到讀書 是不是引用 好 第三個是塗抹 塗抹 塗啊 塗抹化妝品到你的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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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舉例嗎 塗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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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用吧 應該不用吧 你要舉例我就舉例 只是會耗時間而已啦 只是會耗時間而已啦 不用沒關係 我說 apply 替 Ai Ai To List Prodot 那個抹 O 我知道啦 英文 我說 第一個 你是不是把你的時間 引用你的時間 進去讀書 這是不是第二個 OK 嗯 嗯 那第一個呢 是申請一個好的大學 對不對 嗯 然後呢 第三個是 應用 應用這個人工智慧 對不對 照商品的製造 好 這樣會不會 所以第二個是不是申請 第二個是不是 引用 第三個是 應用 第四個呢還有一個塗抹 還沒有講 化妝品 嗯 所以我剛才問你說 Application是不是應用 嗯 是不是應用的事物 對 還有一個是申請 OK 申請的按鍵 對不對 對不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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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 加個S 就是申請的按鍵 或應用的事物 好,我現在已經講到這邊了 所以這個呢,就是這個解釋你現在是這一題嘛,對不對 就是說這個材料沒有存在自然而存 但是已經被創造在一個奈米的尺度上面,OK? 然後這個呢,是這個抖盆呢,可能有廣泛的應用的事物 然後這個抖盆呢,可能會以什麼樣的方式存在 以方便的形式來存在,特別是在戰鬥的時候 是不是很馬上就可以穿上去? 對 好,這件事情可以解釋為什麼這個經費 這個供給資金研究的經費主要是來自美國的軍事單位,OK? 嗯 然後呢,下一題就是這個是不是名字 穿不可見 Invisible 是不可見,知道嗎? 知道 穿不可見的抖盆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OK? 穿不可見的題 然後,30題的話就是 呃... 這個... 這個花明已經使誰興奮 使這個... 使這整個科學界 是不是科學界 對 科學的社區 齁 好,就這樣,我都解釋了喔 好,看篇章結構 偏章結構 你這一次錯兩題齁 你是... V跟D嘛 對不對? 我只是講32跟34喔 OK,節省時間 32跟34 我看一下 32,我現在看一下齁 從這邊往前看 看不懂再往前看齁 因此為了要幫忙一些人 感到有興趣再搬家到這個行星 科學家發現這個 尤他...哈希尤他沙漠 在那邊 一些志工可能搬到火星去 那個地方 是被... 是... 適應於這個生活的環境 火星 好,我再講一遍 因此為了要幫忙一些人 感到有興趣再移到那個行星 就是火星喔 好,科學家發現說 這個... 粗糙的 是不是...哈希是粗糙的 嗯... 尤他沙漠 好,在那邊 在那邊有一些志工 可能會搬到火星的志工 名詞詞句 在那邊是... 這些志工能夠適應於這個生活環境 好,這個是不是名詞詞句 對 對 一直到哪裡 一直到這裡 名詞詞句裡面帶有形容詞詞句 知道嗎 嗯,知道 所以這邊主詞是不是志工 嗯 動詞在哪裡 你講對我就說你很厲害 動詞在哪裡 主詞後面一定有動詞 R 好,對了 中間那個是形容詞詞句 OK 所以是不是沙漠 尤他沙漠是不是在那邊一些志工 可能... 這是形容詞詞詞句 知道嗎 名詞加NG 可能搬到火星 的,要加一個的喔 知道嗎 嗯 就是說 尤他沙漠在那一邊一些志工 是不是適應於這個生活環境 那個行星 就是火星啦 他現在是說哪些人可以移民火星 是不是最好是跟火星那些環境很類似的人 比較適合居住 對不對 那住在沙漠的人 假定火星是沙漠 住在沙漠的人 是不是最適合移民火星 聽得懂嗎 對 好 然後 WASMO是不是同向加碼 嗯 好,轉向加碼要不要用到 要用到還是不要用到 轉成池 你有用到嗎 沒有用到 蛤 要用到 一定要用到 因為這個是轉成池啊 更甚者 他們他們是志工 有必須要穿充滿 他們必須要穿充滿 很多空間的套裝 當他們走到外面的時候 OK 他們也設法去創造這個水 從這個岩石 盡可能的水 由於這個 結果似乎是有前途的 Promising是有前途的 知道嗎 嗯 前面的前喔 嗯 知不知道 知道 Promising是有前途的 好 是說有前途的嗎 對不對 嗯 那你現在講的 前面適應於 他油炸的時候 在那邊適應於 這是 是不是正來護的 前面是正的 好 正的 那 Wastmo 他們必須要穿空間 當走出去外面的時候 是不是又需要一個東西 嗯 是不是都是需要 對 對 第三個呢 他們必須要創造水 同原子 是不是也是要 三個都是需要 算不算同方向 嗯 所以你前面 你現在看齁 這些人是不是要住在沙漠 嗯 然後適應於沙漠 適應火星的環境 這些人 第二個需要 是不是 他們要能夠在外面 對 對 第三個需要 是他們要創造水 OK 那你現在看哪一個比較適合 欸 根據這個研究 這個大氣層在火星上 幾乎是有什麼組成 二氧化碳 對不對 CO2 這裡 為什麼不會是這個 這裡有講到 那麼深入嗎 這裡有沒有講 二氧化碳的問題 你現在講的是工人的問題 對不對 嗯 對不對 你現在標的物是誰 是不是他們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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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有沒有跟你講過 AAA 有沒有跟你講過 AAA AAA 不太記得 如果 你前面講的是太空人 然後到C的時候還是講太空人 然後到C的時候還是講太空人 那請問中間那個是不是還是在講太空人 那請問中間那個是不是還是在講太空人 我A講的是emoji C的時候繼續講emoji 那請問中間是不是還是講emoji 對 不可能說 你前面A講emoji 然後中間突然沒有講到C又突然講emoji 對 聽得懂嗎 嗯 所以你A是在講標的物 A C還是在講這個標的物 請問中間那個是不是還是這個標的物 聽得懂嗎 對 所以同一個標的物短時間不會變嗎 嗯 這叫音式 是不是叫音式 看你會不會用 所以你看看Valentia是不是累 對 是不是累 嗯 後面第三個是不是累 嗯 啊這裡面Valentia是不是累 所以這邊應該是看起來 還是累 OK 好 那VL就累 對不對 B有累吧對不對 好那還不一定 對阿 那還有哪裡有累 D有累嗎 沒有累阿 D沒有累 D是不是沒有累 你是寫D嗎 還有沒有累 D這裡有沒有累 THEY 沒有 好那也不一定 我現在只是說累 那我現在來看B齁 在那邊 在那邊 前面有沒有地方 有 沒有 D 地方 Layer是不是指地方 對 阿前面要不要地方 要 我講一個例子好了齁 我現在就講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我現在就講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不是說很難 不是把它複雜化齁 所以我說 你說 Emoji去餐廳齁齁 在那個地方他們吃飯 請問 Layer前面加什麼 地方 對阿 不然咧 不會 會不會 不然 在那邊 會不會 是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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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問你 我說Emojin 去餐廳 去那個簡餐店 在那邊他吃這個晚餐 那我去問你 我只是問你說Lair 你是不是指地方 你會不會用這些字面上的邏輯 會 那我說B是不是很合適 第一個 你前面是個地方 這個Lair還是指這些志工 嗯 志工必須要待在一個地方 類似於人類如何住在 對不對 類似於如何人類 將會住在火星對不對 嗯 所以你這個Lair是不是代表志工 對不對 是不是沙漠 對 是不是講沙漠 嗯 他們 對 沙漠那個地方適應於這個環境對不對 然後說在這個Lair Lair是不是在這個沙漠這個地方 所以Lair是不是代表沙漠這個地方 對 他們必須要待在這個局限的空間 類似於如果人類住在火星那邊一樣 所以你看看B是不是合適的 合適的原因 是不是因為這邊有個Lair還有個Lair 代名詞要代替先行詞對不對 是不是 嗯 要不要我再把這個 再把這個 轉 跟你講那個 這裡是我們 常常在講的那個無法碼 對不對 我們講篇章結構 篇章結構 你是不是要注意代名詞 要代替先行詞 有沒有 對 瑪麗來到這個Party C是不是代替瑪麗 剛才那個Lair不是代替那個志工嗎 對不對 好 再來 我們講一個陰式對不對 這裡我常常在講陰式 陰式是不是同一個標的物 時間地點 不會SHM SHM叫減血運動 我們就從C跑到高山 C是不是SEA High Mountain 高山 對 你會從海講到高山 不太可能 你要講海 就講海 你講山就講山 不會前一句講海 後一句講山 你的標題物跳太快了 對不對 所以你剛才講的是不是累 累累累累 對 那A是累 B也是累 C也是累 那請問B是不是累 叫AA 聽得懂嗎 同一個標的物 同一個標的物 他不會 我現在講的是篇章結構 音式 同一個標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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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來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邊齁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邊齁 你看這邊B可以 阿如果是 你寫的是D 是不是 D的話 是不是要轉折 要不要轉折 你有看到轉折嗎 有沒有看到 好Ever是不是要轉折 對 要不要用到 那一句不會用到 反正 我說However 你看到這張寫 它是不是一定要用到轉折 對 那你要轉折 你就一定要轉折 所以我們說轉成詞 是一定 偏章結構裡面的轉成詞 一定會用到 對不對 所以偏章結構 第二個 第二個是不是轉成詞 是不是要注意 對 有因果的啦 有轉折 剛才那個是不是轉折的 有讓步的啦 對不對 有銅像加碼 剛才那個挖什麼 是銅像加碼 對不對 對不對 那舉個例子 一定要支持上面那一句 不能挑去 對不對 Infair 表示很多人都不知道 In other war 是不是換句話說 表示同一件事 Let it 也就是說 是不是同一件事 對 從理不同事 那從物的是在講火山 就會一直講火山 那剛才講的 那叫音是同一個標題物 是不是 不會很快就變 到這邊 到這邊的海了 不會再講山了 對不對 嗯 還有就是前過後過 前線後線號 那這些武器把它了解的時候 你看看 However是不是要轉折 你要選D 我現在是告訴你選D 你是不是要轉折 對 對 你方向要相反 對不對 有這個生活環境 行星惡化 科學家 不得不考慮 搬到另外一個行星 對不對 嗯 你這裡有轉折嗎 你是說沙漠那個地方 他們可以適應於環境 對不對 這是A 嗯 是好還是不好 沒回答 好還是不好 沙漠那個地方 可以適應環境 沙漠那個地方 可以適應環境 在那邊 他們搬到那邊的時候 可以適應環境 是好還是不好 適應是好的 好的 所以這句話就是好的啊 對不對 嗯 如果你寫好 是不是要給我壞的 嗯 嗯 嗯 那 這裡 跟這個什麼 隨著環境惡化 科學家不得不考慮 要搬到另外一個環境 這個主要不是 跟那個轉折 好像沒什麼關係 對不對 因為你這邊是好嘛 對不對 嗯 那你這邊怎麼會又開始 你應該是時間 是不是挑 時間不太搭配的 現在是不是已經講搬了 對 這裡是不是搬了 這裡是開始搬而已 對不對 考慮是不是才開始而已 對 你現在已經是找一個地方了 是不是一個適應環境的地方 這裡一定是開始在講細部了 不可能只有考慮要搬而已 所以這一定不對 OK 一個低是不可以的 好 你看三十四體 我們現在節省時間 只是看三十四體 來 三十四體 這個 這個不是鈣 身體的鈣 將會很快的流失 就是因為小量的重量在火星 這是不是負面的 對 然後你沒有轉成指的話 基本上還是負面的 OK 嗯 而且這個是一個結束 還是不是一個結束 不是一個結束 不是一個結束 那為什麼要寫在句尾 你說那一句 那一句是結束 一定要結束 不能講半吊字 你聽得懂嗎 寫在最後一句 你可以講不完 就給他打句點嗎 通常是 講到一個完整的去數才會結束 對不對 嗯 所以你現在看喔 他說這個鈣質 是不是會流失 是不是負的 嗯 OK 好 如果我選第一的話 可是 隨著生活環境行性惡化 科學家進不去考慮 這個可能性 半導體 欸 是低喔 這按飾體是低的 我看一下 那我要看前面喔 我剛才只有看一句可能不夠 意識品類的 這縱使我們可以登附活性成功的 我們 呃 必須 讓我們的肌肉 跟我們的關節工作正常 當我們使用這些關節或肌肉在地球上 就像 像 這應該是像 不是當 像我們使用在地球上 然後這個蓋子 蓋子 在我們的骨頭 將會 失去很快 因為 會比較少量的重力 是不是都在講 要適應 對不對 我看一下B 在那邊 這個B類是不是沒辦法帶 現在是我們還是你們 蛤 我們 啊怎麼會變他們咧 B是誰 B是他們欸 標題物 怎麼我們會變他們呢 哦 看到了 這裡 奧是我們還是什麼們 奧是什麼們 我們 啊 Wii是什麼們 我們 啊 Wii是什麼們 我們 那你這邊突然變他們咧 哦 對 哦 那 我看一下 D的話 是我們沒有錯 我看一下 那 我還是不確定 你現在只能用三曲滑 齁 前內是不是講不好的 嗯 是不是講不好的 對 我們 肌肉沒辦法 正常運動對不對 然後 骨子也會稀鬆 嗯 是不是講不好的 對 對不對 嗯 這裡沒有再講 根據這個研究大氣層在圖心 這個是不是沒什麼關 A B沒有關 D呢 B用過 根據這個 轉出來的形象 這跟形象有關嗎 沒有關對不對 那只有選D啊 ABC都沒有關啊 對不對 這裡跟形象傳送 沒有什麼關 D咧 D的話 是可視 可是 因為 我們的行星惡化 所以我們就一定要移民就對了 所以呢 這是不是移民 嗯 這裡是說 有這些缺點對不對 是不是 嗯 但是我們還是要移民 那意思是這樣 有這些缺點 是不是缺點 對 有這些缺點 但是我們還是要移民 可以嗎 嗯 那就是這個答案 好ABC還可以 還可以通順 前面是不是 骨質會稀鬆 骨質會怎麼樣 是不是會流失 肌肉會流失 然後呢 可是呢 可是呢 我們的地球環境 越來越惡化 所以我們還是要移民 是不是通順 縱使有這些缺點 我們還是要移民 聽得懂嗎 嗯 知道 你後面最後一題 我是用三曲滑 因為 你這邊看起來 齁 你用 我是用三曲滑 A的話 是不是說 根據這個研究 這裡有研究嗎 前面都沒有講研究啊 對不對 B呢 已經用過 C呢 根據這個形象傳送 這跟形象傳送 沒有關係 剩下D的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骨頭關節都會有問題 那根據這個 都有問題 可是 雖然是這樣 就是 隨著我們的行星越來越惡化 或森林是不是惡化 那科學家 就是要 考慮還是要去搬到移民到這個 可居住的另外一個行星 雖然還是D 縱使有這些缺點 可是還是要移民 所以D還通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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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已經快十點了齁 嗯 是嗎 對 想不完耶 怎麼辦 呃 因為我今天有給你改作文啊 那我 我們 我 你下次齁 寫翻譯 然後我繼續給你聽證 好不好 好 好 你下次寫翻譯 或是再寫一篇作文 就好了 好 不要全部都寫 因為我來 我來不及改 因為你要改作文 又要改 我們上次改一整篇 就已經沒有改完了 對不對 因為後面有很 有錯誤要解釋啊 要建立系統對不對 那你這次又加了作文 我當然更改不完 現在已經是十點了耶 齁 那我們今天就先告一個段落囉 好 那下次 下次我會跟你講 好 好 好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向三號這邊 嗯 好 OK 好 下次見齁 好 謝謝老師 可是你平常就要讀書喔 不是考試的時候才讀書喔 好 分配時間讀英文 錯誤一定要去靜東 為什麼是這樣 OK 順便記單字片 好 拜拜 好 謝謝老師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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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